顶级保养怎么入门 要选一系列吗 到底应该几岁才能开始使用 不错过黄金保养期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梦幻的香奈儿顶级奢华系列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喜欢使用了呢 今天我请到了保养博士Ivan 让我一次来问个够哦 哈喽Ivan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Ivan 哈喽正方 我们好久不见了 对这样掐紧算大概一年多了吧 哇塞时间也过太快了吧 怎么会这样 可是你都完全没有变耶 真的吗你也没有变 谢谢 我们两个都是一个不老妖精 哈哈哈哈 谢谢 对啊我想问你啊 因为我发现啊最近这一年来 保养市场上又开始蓬勃起来 哦没错没错 因为大家开始又热爱保养了 尤其是有很多品牌出了一些顶级系列 天哪他们的业绩都非常好 对真的真的 我是想问一下啦 就是像这种顶级系列 都是我们这位姐姐在使用 像你这么年轻的小弟弟 还有你的小博士们 也会开始使用这些顶级系列的保养品吗 嗯但我其实已经不是弟弟了 因为真的吗 我也是个哥哥了 也是个哥哥了 对因为我已经快卖入40 40 对没错 所以在我的频道里面 也越来越多专柜的保养品 就是在介绍给大家 那我的小博士们的确也都开始 越来越能够接受专柜的保养品 好首先我先恭喜你一起跟我携手迈进四次 这就不用恭喜了 对啊 我想问一下啊 因为这个香奈儿的顶级系列 它里面其实用到了一个很厉害的成分 叫做五月凡尼兰 没错 五月凡尼兰其实我这个在我的影片里面也介绍过蛮多次了 可是你知道影片下面啊 对有人在跟我讲说 凡尼兰不是就是香草夹吗 那你可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五月凡尼兰有哪些厉害的地方 对其实凡尼兰它的确是香草夹没有错 但是就植物来讲 我们其实从植物萃取里面 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 虽然同样是同一个植物 但在不同的生长环境 不同的气候下面 它里面所拥有的成分 它的精华是截然不同的 对我举例就好像苹果 大家都吃过 但是产地不同 为什么青森它家的苹果 就是 对这么贵 然后又这么的脆这么的甜 原因就是因为它在青森 对 那五月的凡尼兰呢 其实是准尼兰它们从一百多种去挑出来的 对它生长的环境是在马达加斯加 而且它特别是在马达加斯加 盖了一个凡尼兰的园 就是人工的种植 控制环境湿度什么之类的 没错 它们也是用人工的方式 在五月的时候 在凡尼兰结束果实时 用人工摘彩的 听说它们还用人工受精 没错 全部都是人工做的 对 所以它其实顶级也是贵在这里 你看它其实就是 全部都在它一个很好的控制之下 对 所以产出来的品质应该都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用人工的方式去对待植物 是相对于温柔 也比较不容易破坏它的营养素 那因为五月这个时间点呢 是因为凡尼兰它为了要培育下一代 所以会爆发全身的营养在那个里面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去做摘彩萃取出来的养分 跟有效成分是最高最好的 那香奈儿的这个顶级系列 它就用到了五月凡尼兰 它最厉害的就是一瓶霜 听说现在年轻人也非常喜欢这一瓶乳霜 那你自己也有用过对不对 有我有用过 我这一阵子就在用它 使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其实还蛮舒适的 可是没有用过的人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会觉得说这瓶霜应该很黏吧 因为毕竟是霜的感觉 对啊 那所以你可以告诉大家这瓶霜使用的感觉 以及到底年轻人适不适合使用 其实呢 我们是觉得顶级系列它不可能做得太清爽 原因是因为顶级系列它的消费者 其实普遍都会有肌肤比较干燥的问题 对 所以如果它做得太过于清爽的话 其实会有一点让人觉得就是擦起来 感觉不太对 所以反而呢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入手是比较顶级的霜 你又会担心它比较厚重 那我建议你在使用的程序上面可以稍微调整 怎么调整 如果你自己本身肌肤是偏油性的 那你想要在保养程序上让它变得比较 没有负担的的话 其实可以倒过来洗完脸之后 先擦霜再擦水状的产品 这有点颠覆我的想象 我已经被教育被植入的一个观念是 由清爽的慢慢慢慢到滋润的 可是你的方法是倒过来 对 因为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的实验有发现 这样倒过来之后 擦起来的肌肤感受除了清爽 但有效也是完全就是OK的 所以你自己会这样用吗 我自己会这样用 真的那我觉得我很想要试试看 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有用过这一瓶乳霜 就是淡淡的乳黄色的乳霜 我自己蛮喜欢的啦 那Ivan你有用过吧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 尤其是像我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用起来 大家知道他几年后 对 所以我就用起来 我自己觉得蛮适合的 那我如果说 像这整个系列 因为毕竟像我的钱 可能没办法全部都买 真的吗 就是我比较就是 就是节俭一点啦 对那我会 我以我敏感性肤质来讲 我如果硬要挑的话 像我洗完脸 我可能三十秒之内 我就擦上这罐霜 那你会不会就是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 标榜就是在脸上 从浴室一出来 脸上还有湿湿润的时候 赶快擦 还是还好 我会推荐到湿湿润的时候赶快擦 赶快擦 那我跟你一样也是属于 就是比较混合性的肌 有的时候在就是夏天 就是油脂分泌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是我自己使用保养皮肤 不想要有那种 有点负担感的感受 我就可能就会跳过它 可是其实我的皮肤告诉我 其实我还是需要它 那你就试试看 我用不能跳过它 那你就试试看倒过来 因为你就同时又会用到它 但是你的肤感上面 又会相对的就是舒服很多 真的觉得这个方法 我也想要试试看 可以一定可以 那另外我还要想问到 现在也蛮多品牌会讲究 肌肤要日夜不同的保养 就是我有白天要用这些 晚上要用这些 那真的是这样吗 你的看法是什么 像我觉得这点也不一定 因为我是个宅男 这个宅男 对 如果我一整天都没有出门工作 我都在家的话 老实说我日夜的程序就差不多 但如果我今天如果外出工作 那一整天晒太阳也好 或者是我觉得我今天觉得皮肤很疲惫 那我夜间的保养 我会特别的花时间 不管是按摩也好 跟肌肤对话也好 会想要一种仪式感 保养是一种仪式感 它也不单单只是仪式感 因为仪式感听起来很不科学 可是像蛮流行的啊 你知道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仪式感 没错 但其实仪式感是科学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几年科学界其实一直在研究 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大脑还有肠道 其实是有关联的 这个称之为就是Gaub Brain Skin Theory 那这个呢 理论是代表说 我们的脑子当接受到一些相分 或者是仪式感呈现舒服的时候 会分泌一些脑内肥 比如说Dopamine 那它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命令它说 你该休息了 你该放松了 你该舒缓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仪式 刺激大脑分泌这个 告诉你就是要这样做 对 所以呢它会这样保养的功效 让修护皮肤的能力再加倍 像我刚刚啊就是有提到说 香奈儿有一瓶叫做太金鹿 它这个其实是针对夜晚使用的精华液 那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用保养品都是 已经有点是像机器人的制式感 可是呢这个我就会一定会在晚上使用 当我拿起这一瓶 我就觉得说我开始要进入一个仪式感的工 仪式感的一个程序 所以它就是很奢华 然后呢它的质地蛮特别的 就是它挤出来 感觉是一种凝胶还是凝露 可是它擦起来很像油 你在擦的过程当中很像油 因为很滑 然后擦完之后就是吸收 然后皮肤就是很舒服 我觉得我每次使用这个 就会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肌肤保养的仪式感 而且就在晚上 用完之后 其实我这个真的也用掉一瓶啦 我真的觉得说我的皮肤也就是 就是蛮有光泽的 再加上它晚上有得到很好的休息 第二天我又可以打起精神去上班 对 而且我在自己有用的时候 我有发现它的味道 它的香氛真的 那个调香很顶级 对 没错 对 所以它在擦起来的那种疗愈感 是很够的 对 其实这也是那个 就是这些顶级昇华品牌的一个benefit 对 它们的味道 就是它们会调出一个 就是令人非常舒服 愉悦 舒适的味道 因为它们都有专属的 很厉害的调香师在帮忙 对 即使是保养品 我也要调到一个大家觉得非常舒服的味道 没错 一定要 嗯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你都这么白 因为我一年多前就是有跟Ivan一起拍一支影片 他就是我其实那一次是第一次看 本人亲眼看到他 就觉得他真是一个就是很干净很漂亮的皮肤 那一年多后他还是一样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就想说是因为新竹的太阳比较小吗 当然不可能啊 还是你有在认真做什么美白保养吗 是一定的 因为新竹除了太阳大以外风也很大 对 其实风应该对皮肤的伤害很大吧 所以其实我在皮肤护理上面会加倍的用心 尤其我做这一行的 一定要 所以不管是抗老还是美白 我都会试我当天的肌肤状况去适度的调配 像我自己啊 我也会用美白的精华 像多年前其实那时候台湾 亚洲女生真的很热爱美白这件事情 可是最近这几年趋势有点改了 就是大部分的美白精华会结合抗老的功效 那为什么美白跟抗老很适合放在一起啊 因为美白里面主要的一个功效成分也是抗氧化成分 对 那抗氧化本身呢 当然它就有一部分程度是抗老的 这都息息相关呢 对 那这样年轻人呢 其实很多时候年轻人不需要一定要用到抗老的东西 但是呢 用在美白的时候又同时有一些微抗老 那对于年轻人就相对的更适合 对 难怪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是蛮适合就是 就是一边就是让我的肤色比较亮白 比较没有一些瑕疵 同时间又可以抗氧化抗老化一起做 对 这样 那另外其实我自己也是因为可能是传统的亚洲女生吧 所以其实我自己常常两颊是有一些斑点的 那我其实真的有认真去打过脸色 就是把斑点去掉啦 那其实皮肤科医师也跟我讲我这个就是干斑 所以其实是很难 根治 对 很难根治 就是打了还会再发生 那所以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我应该要怎么办呢 如果是像这样子比较难根治的斑 那我们一般来讲专家都一定是建议防晒优先做好 然后搭配美白的产品可以去让它减缓它生成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效 而且尤其是美白的成分一旦搭配了防晒 是可以让防晒的效果变得更好的 真的 所以其实美白加防晒 其实这就是互相搭配一定要用到 你要用到美白就是一定要用到防晒 一起让它就是效果更好 当然 而且这个美白的产品就一定要够温和 但因为如果美白有些比较刺激含酸类的 那就不一定能够加成就是防晒的部分 那像这一瓶香奈尔他们最新的这个美白的精华 它其实里面加到一个成分 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 因为它加到了长生雪茸花 那这个成分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其实这个长生雪茸花的确在这一两年很夯 对 非常夯 对 很多都会出现的原因是因为雪茸花 它的高抗氧化力 又是抗氧化 对 抗氧化怎么这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它同时在美白产品里面 就可以辅助美白的效果再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成分 那我自己就是习惯会在比方说 其实秋冬我真的会发染一下 就是美白就先放在旁边 可是春夏我就一定会把美白产品拿出来用 那这一瓶美白精脆 其实我自己用 我觉得它其实也蛮好吸收的 就是很清爽 不会在皮肤上有负担 它也加了一些淡淡的油脂 让你有清爽感 可是又有一点点滋润的效果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瓶也是蛮不错的 如果你真的要推荐大家买的话 因为你知道现在其实 我知道有些女生喜欢存钱买包包 买香奈儿的包包 可是也有一批女生慢慢开始存钱 买顶级的产品 对 他们觉得说我擦完我的皮肤 就可以保持非常的年轻漂亮 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就是你知道包包一定要飞出去 人家才看得到 对 可是脸是无时无刻都被人家看到 而且投资自己才是最划算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如果是你要叫大家投资 你会想要叫大家投资哪一罐 硬要选的话 那因为乳霜本身具有锁水的作用 对 对 那如果你肌肤上面 不管是油性肌肤啊 或者是干性肌肤 都是一定要锁水的 所以我会优先的推荐这个霜 其实跟我一样 因为我也真的很喜欢这瓶 这瓶霜大概我讲了三次了吧 真的 对 所以我是蛮推荐大家 好了 那今天就是我们请保养博士 大致Ivan来帮我们分享 到底顶级 这些色化顶级的品牌 到底应该怎么选 怎么买 怎么用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 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去 那个 Dr.Ivan的频道留言给他 对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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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